然后打开国门 打开国门干什么 把病毒传到全世界去 这个时候我就怀疑了 我认为已经不仅仅可能是这个疫苗问题了 很有可能是放毒了 是吧 你们外国人不是要白纸运动吗 用习近平的话说吃饱是撑的 这些白人管我们中国人的事 那我现在就把病毒给你放出去吧 内部已经准备好了1亿到2亿人死 而且内部的定义为大难形状 这跟党和国家没关系 纯属个人原型体制和其他原因造成 而且明确了说 这些死人这是前所未有的 建立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 最好的机会解决社会结构问题 人口结构问题 人口老化问题 社会福利保险问题 特别是提到了 在现在的世界 死这些人正是伟大复兴的必需条件 而且要敢用 然后要用这个病毒跟西方做斗争